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数据是怎样 我们在尝试着 现在做这一节其实就是明天的了 就是说做定明天的功火 大菲尼茨勤劲到嘔 是啊 九点钟还没够时间 但今晚九点钟已经知道讲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做定明天的直播 一个小时之前 由世界各地的香港留学生 那我相信这班留学生是不打算回香港的了 如果他们一回香港一定会被国安公署逮捕 在8月30日 即是今天在台湾发表 呼吁更新制裁清单研究报告 将2022年前后 理新的香港官员依标准列入制裁清单 就是说你国安法之后 你们帮政府做过什么 他们全部将它列入清单 跟着也都呼吁各国 全球现在要更新这份名单 报告撰写人之一 叫做罗芷维表示 名单包括香港的官员 中国的官员 中国驻香港的官员 国安法法官和国安法检控官 这班学生的团队表示 希望可以藉着这种制裁报告 折省美 英 这些西方国家的资料搜集成本 也会跟台湾移民处官员沟通 禁止侵害人权的人入境 研究报告最新发表的名单 除了包括早前公布的制裁的香港官员之外 新增了22年 即22年理新的官员 包括律政司司长林定角 警务署长肖扎仪 以及警务署长以下的最近上任的高级警官 另外 新到新 理新的中联办和国安官员 以及29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和检控人员五类人 流亡港人罗子维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 审查这五类人的行为 最后订出制裁清单 看他们对香港自由和人权的损害去到什么程度 例如他们是有直接参与某一些香港重大的事情 好像警务署有些人直接参与了831或者理大围城这些 主要是一些官员或者官方人士就是他们的对象 报告呼吁大家 关注这些应该被制裁的人士 不要空窗期 让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各国 他举例说 最令研究团队愤怒而加速提出报告的原因 是警务署长肖扎仪可以带领几百名警察出入加拿大 而这批香港警察对当地抗议港人拍照更加扬言公开香港社群 组织负责人的资料 他也都会敦促台湾 限制这些官员入境 他会和移民处紧密合作 现实 台湾现在有一个准则制裁机制 在出入国和移民法里面 有一些修订草案 会赋予台湾政府权力去禁止一些侵害人权的人士入境 他知道政府内部应该有的名单 可能会和移民处的官员他们谈合作 将他自己另外一份制裁名单给他们 因为以往的移民处都有向他们索取 之前报告的参考和制裁的标准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常补充 立法院虽然通过入出国及移民法的修订案 但是政府部门仍未认出施行势质 他呼吁当局在这段时间里面 除了禁止侵害人权香港官员入境之外 已经入境的人和曾涉及侵害人权行为 应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评论很简单 台湾他本身就有份名单的了 甚至你现在去玩的入台证 你填职业只要你填公务员 或者你填的是警察 你过去台湾都困难 还有的就是你大陆移民下来香港 拿香港人的身份证你都不行 这个已经是他们在做的了 第二 其实台湾现在的政府不是很想香港人去的 所以罗智惠他们做这份名单 只不过提供另外一个窗口给他们 就是这一枪砰一声打下去的原因而已 至于其他国家 需不需要你这份名单 是他们有没有心做 和这份名单都无关系 你看澳洲今时今日 加拿大 英国尤其英国 制裁过哪几个人 你告诉我 很多人现在都想着中国强大 还有经贸往来 他们不愿意随便出手 其实所谓的人权 只不过是西方国家一个招牌 真正对香港逐出制裁的只有美国 如果不是的话 根本上肖宅仪就不会可以去到加拿大 要武扬威 那你问值不值得做 应不应该做 那就要看了 当然这班学生是勇敢的 他们如果他们联署发声明 也就是说了给全世界听 他们是会跟他们的家人分别 他们是不会回来香港的了 至于能不能够制裁这些人 那就真是两体 这个举动 也都造成到某一些人的心理压力 但是对于香港的官员 如果你问肖宅仪 他们已经预了 你问国安法官 他们已经预了 如果今天你被制裁的话 你会得到奖赏 你看到李贵华 你看到邓炳强 他们即时有能力 一炮过 将他们欠银行的钱给了 那你就明白了 国安公署也都有130亿的资金 究竟用什么用途 是没有告诉你 也都不需要告诉别人 就是说这帮制裁人士 很有可能他们一上这个名单 一成的话 这样国安公署 为了 为了就是说 掌赏他们 因为他们真是为中国共产党做事 是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 他们又会有另一些的補偿 那当然 做得这些这样的事情 他们不单止预了 更加是预有荣言 如果你们一制裁他 他们就会很开心地告诉大家 你看看 我现在被制裁 跟着兴高采烈去领奖 跟着就以被制裁作为他们的招牌 被制裁 他们是感到荣幸 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其他的 我想 并不在他们考虑之列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比赛 台北安天拿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20几年 为18至47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色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 在港币15万内 无需瓦斯成绩 我们为18至31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扮理劳工顶居签证 无年期上限 我们亦为50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快点找Christie啦